因不满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频繁利用宗教发表仇恨言论 诚信党两名国会议员 昨日向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提交备忘录 要求执法当局对哈迪阿旺采取行动 根据两人提交的备忘录 他们指责哈迪阿旺鼓吹极端主义 企图破坏国家和平 质疑联邦宪法 甚至宣扬反叛教者文化 诚信党乌鲁冷月国会议员莫哈莫沙尼 在巴生阿南沙王宫成交备忘录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批评哈迪阿旺是宗教极端分子 他炮轰哈迪阿旺 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频频利用宗教 来达到政治目的 甚至多次发表仇恨言论 企图破坏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 他担心 如果执法当局不对哈迪阿旺采取行动 哈迪阿旺的影响力将破坏国家多年的和平与安宁 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期间 哈迪阿旺就多次散播谎言 甚至污蔑其他族群的文化 有鉴于此 我呼吁相关执法单位 包括雪州苏丹殿下 以及全国伊斯兰宗教事务理事会MKI 迅速对哈迪阿旺采取行动 陪同移交备忘录的沙阿南国会议员阿兹里尤索夫则说 鼓吹宗教极端主义不只会破坏其他宗教 民族和文化 也会让人伊斯兰教留下不好印象 伊斯兰教是鼓吹和平的宗教 我们不应该散播仇恨言论 或任何极端主义 我希望当局可以认真看待这项问题 不只保护我国的多元社会 更重要的是 避免外界对穆斯林有所误解 副首相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表示 他早前针对哈迪阿旺发表有关慈善是政治贿赂的言论 是根据反贪污委员会的规定发言 马来西亚《前锋报》报道 他说反贪污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展巴基说过 在竞选期间以任何形式给予 即使以施舍的名义 都是政治贿赂 阿展巴基的声明应该成为指南 这不是歪曲事实 而是反贪污首席专员所写的官方声明 此外阿莫扎西表示 周五晚召开的巫统最高理事会 将决定前卫生部长凯里等人的命运 他强调 在早前的巫统代表大会上 以产明会整顿急速清党 那些在全国大选时搞破坏的人士 将受到党的对付 他指 就个人而言 凯里并不重要 还有其他的破坏者 那些曾拿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及破坏党的人 都会受到肃清情动的对付 不过 他却没有进一步披露 有多少名破坏党的人 会受到对付 我在代表大会上 就说过会肃清党 那些觉得自己有做错的 或是没感觉到自己做错的 他们明天就会知道 一党副主席阿默山苏里表示 如果凯里被开除巫统 国盟和一党随时欢迎凯里加入 阿默山苏里指出 凯里可以选择加入国盟的任何一方 他说 如果凯里加入一党或国盟其他当派 一党和国盟所有领袖都会感恩在得 国盟领导层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任何政治领袖或人士的加入 共同落实汇集人民的各种议程 他坦言 凯里是名有本事及思想开放的领袖 同时有能力及出色的执行被赋予的任务 一党及国盟非常欢迎凯里的加入 为人民做出更多贡献 然而凯里感谢一党的邀请 但强调自己依然忠诚于党 不会加入国盟 根据每日新闻报道 他说 即便自己在党内的命运还未揭晓 但他依然忠诚于党 不会接受一党的邀请加入国盟 我感谢一党提出要我加入国盟的邀请 但我还是忠诚于自己作为巫统普通党员的身份 针对前首相马哈迪指候选人在第15届大选 依靠会选取胜的言论 副首相兼原产业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说 马哈迪多说无意 若他真的对选举成绩有所不满 大可依程序带上法庭 他说 应当将之带上法庭 以证明相关选举成绩 理应因为贪污行为而被视为无效 这是宪法和条规所提供的管道 如果可以证明 可将任何人绳之以法 根据选举过程 如果他们能证明这一点 他们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 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尼可明 感谢阿末扎西在国阵加入联合政府后 多次为行动党辩护 我们希望通过团结政府 巫统可以偏向中庸 将两种力量结合起来 我相信这是马来西亚走向辉煌的起点 也是人民所乐见的 他举例 巫统熟立主席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 在早些时候的巫统大会上 多次引用多元、中庸、开明等字眼 并指出这些字眼 在过去的巫统大会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尼可敏旭说 任何一个组织都避不开好坏 更不可能一杆子推翻整艘船 但需要选择与组织中好人与人才合作 才能求同存意 共存共融 他指出 相比之下 国盟的一党和土团党更腐败 极端且无能 因此 在两害相权取其倾下 巫统无论如何都是老排执政党 内部有腐败的种子 但里头也不乏能人 如果能去无存经 把好人财留下 再结合行动党的力量 大马将是多元民族和谐相处的典范 无论如何 他强调 上述说法并非美化巫统 而是大马急需将危机化为转机 尽快稳定政局 振兴国家经济 他也说 今年即将举行的六周选举 将会是团结政府面对的首个挑战 行动党和巫统的竞选机关 需在周选前达成合作 他认为 行动党需跟巫统领袖和基层沟通 以让巫统了解 行动党不是当年马哈迪妖魔化的火箭 阿末扎西讲得很明 行动党过去被巫统党员误解 是因为马哈迪一直煽风点火 妖魔化 行动党变成巫统的沙包和假想敌 可是后来发现 我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 他指出 经过联合政府数个月的合作 巫统真正认识陆兆福 张念群 歌冰星及他本人等行动党领袖后 就会发现火箭温和 进步 开明 连结而有诚信 他补充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联合政府 是大马首次出现的政治新格局 他透露 内阁每次开会气氛融洽 即便当派不同 各部长面对争议课题时 也能专业提供意见 没有争吵 他也说 各执政党已在商谈六周选举联合参选 并将在农历新年后继续讨论 再次做一通知录音乐 我继续认识